還有關於用錢 亂用錢 這些評論人 尤其是水平就是這樣 那些錢 會和你交代嗎 我告訴你 真的做大事 用多少 或者自己代多少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你是真的做事 還有這些 暗瓦底的事情 難道真的拿出來和你交代嗎 不是啊 壞事 我的意思是 滿足你的好奇 就算真是 一半還是一半 我覺得沒問題 還有他會迫你捐的 他不用跟你交代 我告訴你 你相信他就捐 不信就不捐 這些往往就是什麼呢 我經常跟別人說 就往往是那些懶惰的人 其實捐出去好像六一二 升火那些 他們經常被人吵 那些抗爭者吵 其實他們要小心 我當然明白 但是其實 捐錢的人 我不是很在乎的 等於老實說 有時候老婆在家裡撿垃圾 老婆你撿一隻垃圾 多少錢呢 你買兩元 兩元你不要撿了 老婆沒有吃飯 不要說那麼多 我給他一塊錢 他可能 我老婆說 他就批握你 你當他批握我 我批握我就當他批握我呢 是不是 就是這樣道理而已 不用那麼陰謀論的 成大事 不要那麼驅促小節 現在不是說 喂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是高尚人格的 那天我看見亨利 我都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是想在這裡說什麼 六一二 人道基金 籌了八千萬 現在批了一百多萬出來 是嗎 你沒有看啊 亨利做了 做了share 了出來 要看看 我還沒打電話給他證實 如果是的話 我真是很upset 我更加要衛星科做點事 有些人一定會說 沒事的 很審慎 只是看保釋 你批了八千萬 批了百多萬 甚至乎有些人會說 喂 我們都是 開頭的 如果跟著再打下去 因為資金太多 當數幫第一堂 我認為香港人 如果他們做得好的 那個基金 所有 抗爭者 我們從頭幫到尾 還需要三億 五億 十億 這個法律的洗費 第一 我認為律師 應該要手便宜一點 手便宜一點 不要說很多 我們都要賺錢 香港人都大家一起負擔 剛才我們說的 前市性質 所有成員開始 就捐給升火 我實在看不過眼 所以我不知道 我會跟證 我今晚回去再看一看 如果612人道救援基金 批了八千多萬 批了百多萬 但是我不管他什麼原因 我覺得實在是太少了 還是只不過是別人的 那些律師收得那麼順利 那麼多 拘捕了千多人 都花了百多萬 不是 還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 那我就會在 因為我搞清楚 我真是鼓勵氣 為什麼這個612人道基金 在這裏面 真的批得那麼少錢 我不知道他運作 我不去罵他住 但是這麼多錢要花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真的要籌些錢 我給升火 因為612人做不做事 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他們都是有做事的 但是升火就肯定有做事 因為我認識他們 那他們用什麼律師 怎樣做事 我都知道 那我就覺得 我們這次的聚會 扣除了所有成本 全部捐 那就簡單了 因為我們是商業運作 我們不是賺這些錢的 那到時大家譬如說 識除心意 去到見到的 現在環境一般的 捐20-10元都是心意 有能力的 捐多些少 就是叫做幫一下 如果有資料 去億億資料捐給泛民 是不是應該要捐多少錢 給升火啊 不要捐你了 這件事你還沒說 不要捐你了 不要醜 8000多萬 612人道基金 批了200萬 被人捐 還打批人 這陣子都在廢話的時候說這些 可能他們有一個想法 但實在是別人要開飯啊 大哥 在台灣的兄弟 要不要開飯啊 在香港有些 有個官司的 是否可以 盡量 給他們多少 頂住的生活啊 是否可以 納冷撒